展现学生创意跟能量 东海大学连续第二年举办创新人博览会 今年共有83件创新人作品参与展览 现场也结合了最新的AR跟VR技术 让人文跟科技结合 民众只要扫描海报就可以看到动画跟作者介绍 校方也希望既有活动作为平台 让学生的创意想法可以有机会跟产业界连结 手机对准海报得奖作品的动画和作者介绍 马上出现在眼前 为了展现学生创意和能量 东海大学连续第二年举办创新人博览会 现场也结合最新的AR和VR技术 让人文和科技结合 所以今年我们的主题是连结于想象 这个时代连结是非常重要 我们也非常高的科技把大家的连结在一起 也希望能够在体制外慢慢形成一个改革的 或者改变的一个机制 然后引进各种的资源 然后把人才也往这边推 所以创新是必是台湾的道路 但是创新这件事情是事实上 是必须要从跨领域的 那跨领域的基础上面 东海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一个根基 今年一共有83件创新人作品参与展览 包含工业设计系 美术系 还有建筑系 等多个系所的精彩作品呈现 而现场还有刚从校外 得到许多设计大奖的精彩作品 呈现新一代创新的设计和不同的思维 这是一台全机械的3D表机 它不用电 然后它也不用电脑晶片去做运算 它就是平的重锤 然后还有它的齿轮数学计算机 它去做列印这件事情 现在整台机器它用的科技 就是19世纪的科技 它就去用那个逻辑去做列印 那列印的材质是陶瓷 它陶浆挤出来 它会画出数位图形来 那把它放干 之后再烧制 上又烧制 最后它就会变瓷器 消防表示比起作品 博览会更强调创新人才 希望藉由活动作为平台 让学生的创意想法 能有机会和产业界连结 活动将在3号4号两天 在东海大学体育馆举办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